这一回他们路过了医院急诊室 发现货车上头放着一只2.5公斤 这样子大张鱼 因为一时肚子饿 嘴馋居然也偷来回家烹煮来吃 一名妇人站在资源回收厂门口 不停挥手叫人 接着她的儿子就推着装满钢铁的手推车 准备要拿去变卖 但这些全都是偷来的 能够变卖那个钱的 好像是手推车他们也拿去卖 所以他们现在是要推进去 对 要推进去 这名妇人有多项窃到钱客 带着儿子和干儿子 偷遍高雄市小港地区 包括脚踏车告示牌 甚至连民众刚捕捞上岸的张鱼 也偷走 实在有够夸张 失心男子下海抓到一只2.5公斤的大章鱼 意外被狮子鱼刺伤 赶紧到医院挂急诊 没想到才不到十分钟 车上的章鱼和鱼枪就不翼而飞 他就是为了想吃那一只章鱼 才去偷那个鱼枪 所以那个鱼枪的部分他没有变卖 还是在他家里查货 夫人无所不偷 就连货车上的章鱼 也因为嘴馋偷去吃 身为长辈却带着两个儿子 做尽坏事 真是做了最坏事半 中文新闻林郑燕 黄树阳高雄财阳报导